請大家看一下江湖的問題 前一陣子就跟朋友聊天 他告訴我之前有代表公司 代表他那間總公司 去到他那間公司的分公司 他告訴那間分公司要關掉那間分公司 不是繞口令嗎 他要跟那間分公司的人說 你們被開除了 炒了那間公司的人 我朋友雖然只是負責說這句話 但他都很內疚 因為別人很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 可能靠那份工作養家的大小 他就做了這個壞人 他做完之後 雖然是他的工作 但他也很內疚 相信大家會明白 但他自己說很感激 很多滋味 回程那間坐飛機 一直在想 一年前 他那間公司的總公司 就收購分公司 那時候想安撫人生 曾經跟分公司的員工說 他們是公司的重要資產 但公司非常重要 和需要他們 但只有一年 所謂的重要資產 已經失去了商業價值 只是這麼說 這位朋友告訴我 他坐飛機回去 那時候心情不好 他聽著我的歌 剛剛是這首 《愛你一萬年》 他就不斷唱這首歌 他說 他就立即想到 公司工作 很多時候 公司跟你說的 可能是 你拍拖 或者是 很多人跟你說的 那些說話是一樣的 你說的時候 可能是真心的 但是說變做變 人在江湖 很多時候真的身崩尤寂 很多事情 其實跟我一起的人 很多時候 還未能夠明白我 我 我也很懷疑解釋 而且有時候 那些朋友 會 很容易用自己的方法 去想我 我最怕這件事 你想的東西是你 不是我 不是我 好像我這個朋友 他生了這間分公司 他是不想做這件壞人 但是他都要做 我聽到這個朋友的經歷 我就想起 其實 其實每一首歌 可以令到人難忘 應該都會有個故事 那是否叫做 記不記得前幾日 前幾個星期直播 我唱 《愛你一萬年》的時候 叫大家記住這首歌 和這個新的特別系列有關 這樣唱完這首歌 再跟大家說 現在再唱完 我朋友說 坐飛機一邊聽一邊 解他的心傷 解他的內疚 那首歌 《愛你一萬年》 唱多一次 多謝 《愛你一萬年》 《愛你一萬年》 唱歌 《愛你一萬年》 唱歌 《愛你一萬年》 《愛你借臨的名》 送你解開我的記憶 《愛愛一萬年》 《愛你一萬年》 《洪見一萬年》 我愿意为你祝福我爱你 我细数于你 今生今世不易 在我心中再没有谁 代替你的地位 我爱你 对你付出争议 不会漂浮不易 你要为我再想一下 我决定爱你一万年 寒风吹起 细雨迷离 风雨揭开我的气 我像小船 寻找港湾 不能把你忘记 爱的希望 爱的回味 爱的我是那一锤 风中花蕊 今代空蕊 我愿意为你祝福我爱你 我细数于你 今生今世不易 在我心中再没有谁 带替你的地位 我爱你 对你付出争议 不会漂浮不易 你要为我再想一下 我确定爱你一万年 我爱你一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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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我心属于你 今生今世不易 在我心中 再没有谁 代替你的地位 我爱你 对你付出真意 不会漂浮不易 你要为我 再想一想 我决定爱你一万年 爱你一万年